嗨各位觀眾我是David 那很開心這個禮拜又見到大家了 這邊先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因為影片時長的關係 這部鑽床檯面的影片會分成上下兩集 上集會介紹這個鑽床檯面 以及這台鑽床的開箱 那麼下集就是這個檯面的製作過程 以及實際鑽木材示範給各位看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鑽床檯面的功能 好那這個鑽床檯面它其實是可拆式的 它可以整個拿下來 那看到就是原本鑄鐵的檯面 那我在底下呢 的結構就長這樣 它是靠兩個下壓式的夾具 去固定在它檯面上 那這邊兩邊呢有一個平行的 那這個就是檯面的寬度 所以我可以平行的移動 然後之後到定點之後把它固定住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裝置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鑽頭啊 每一隻鑽頭的直徑都不一樣嘛 如果我今天鑽頭的直徑比較大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移到中間一點 靠近這個中間一點 這樣它就不會鑽到外面的這個 花木甲板的檯面 那我固定完到我要的位置之後呢 我兩邊再把它扣起來 這樣它就不會動 就固定住了 OK那這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可以依照我的鑽頭的尺寸 去調整我的整個檯面的前頭 好再來呢 這個啊 它是可拆式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今天我們弓箭底下 沒有一個東西墊著的話呢 它如果是鏤空的 鑽下去其實 你的弓箭背面是會撕裂的 就會讓你的外觀不好看 所以我們做這個呢 可替換式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啊 如果一直鑽到這塊上面都是洞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換一款新的 所以我做可拆卸式 那我們一般如果鑽比較小的孔 這樣很八米十米的 就盡量鑽在這一圈圓圓附近 每鑽一個洞 你就可以轉一直轉一直轉 轉一整圈 就比較不會浪費它啦 然後再看到後面這個呢 這個就是靠板 上面兩個旋鈕鬆開之後呢 它就可以前後調整 那到你要定位之後呢 再把它鎖緊 那這固定好之後呢 換這個 這個呢 就是 定位塊 我今天這個水平面 瞧好了之後呢 換這個 到定位之後 鎖緊 這樣子呢 我每一塊材料 靠上來 鑽都會是一樣的位置 好那鑽床 這個檯面它 還有一個額外的功能 這兩條花軌啊 其實 中心 往外偏兩個是有落差的 這個比較離中心近一點 這個離中心比較 外面一點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呢 是 我做歪嗎 其實不是 主要是因為我會搭配 這兩個下壓的傢具做實用 那這兩個下壓的傢具 做實用的話呢 假如啊 今天我們的 加工物件 很小一塊 我今天要鑽它 我直接手拿 手握是不是很危險 所以呢 我就可以靠這個下壓的傢具 去做為輔助 如果我今天 兩條花軌 都鑽這麼外面的話 你看喔 我的中心 鑽下來中心會在這 可是我的 夾具其實是夾不到它 那我今天換做是這個 我就壓得到它 壓得到我的材料 那我就 再把我的這個 夾具鎖緊 最明顯是固定住 那 我既可以夾到我的材料 又可以鑽到我要的位置 除此之外呢 這兩個夾具也可以應用在什麼方面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 之前做的這個平行武器 如果我沒看過的話 可以點 右上角資訊卡 看一下這個 製作過程 我會拍成一部影片 那這個就是在 鑽一些比較小的料 或者是我們要鑽錘子的時候 它如果是長型 那我們要鑽錘子的時候呢 會使用到的 我們的材料夾在上面之後呢 固定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固定在檯面上 不早期 都是要用夾具去把它固在檯面上 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下壓夾具啊 我們就是 夾住它兩邊 這樣鎖起來就好了 這個 就不會抖了 非常方便 所以呢 我們有了這些 夾具跟檯面 甚至是這個平行武器之後呢 整個架控起來就變得非常方便 非常的完善 好的那在影片最後呢 我會實際 鑽材料給大家看 就是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檯面到底怎麼使用 以及它的方便性 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從 這台鑽床的開箱開始 然後並且到 製作這個檯面的過程 OK那我們就開始吧 可能會有觀眾好奇 為什麼會選擇這台鑽床呢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G 應該照我2022年有去比場木作的比賽 並且還是用深夜木作坊的名義去比的 甚至還拿下了金獎 那麼這次比賽發的獎金呢 其實是福利吉祥券 我二話不說就拿去買工具 但全台灣唯一能使用福利吉祥券 還能買工具的店家 就只有特立屋了 那剛好我想入手一台鑽床 放在工作室使用 去了特立屋看了看 也就只有這個牌子 與木田的TB131 經過一番深思手慮後 最後就決定買大台的啦 這就是購入這台鑽床的原因 你一定很好奇這台使用起來如何 推不推薦購買這台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是不錯的 基本操作絕對是綽綽有餘 檯面上升下降也相當方便 調整加工深度也是又快又方便 但如果鑽太大的孔 對這台機器就會比較吃力了 甚至會出現停機的情況 這部分想買的觀眾可以斟酌一下 增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